女童半夜被逼打扫 抓头撞地 热血诗救女童 桃园这名独小三的九岁女童 紧紧抓着老师的手 想象这是爸爸的手 一双可以保护自己的手 这名女童的妈妈 是从印尼嫁来台湾 她两岁时 妈妈离家出走 爸爸工作不稳定 一喝酒就闹事 常出入监狱 邻居妈妈和女童的妈妈 是同乡 不忍看她受苦收留她 一家人都很疼她 但去年邻居妈妈 以精神问题个性批变 开始打女童 学校通报家暴中心 社会局将他们 列为高风险家庭 今年二月再评估 认为已改善结案 没想到今年五月 学校的周姓老师发现 女童上课打瞌睡 六月还看到她 额头上肿了个大包 一问之下才知道 她深夜被邻居妈妈叫起来擦地 没擦干净就抓头撞地板 老师和学校辅导主任 到邻居妈妈家了解后发现 邻居妈妈和先生吵架后 不是半夜带她出去散心 就是把她当出气筒 但事后很后悔 就买东西给女童 和带她出去玩 在家房的过程当中发现 这个妈妈的部分 问题非常的大 我们还是在打一次 医生那边同报 警察这边来做一个协助 老师在征求女童父亲同意后 先将她带回家照顾 学校家长知道女童的遭遇后 周末时还会接她一起出去玩 女童过了三个礼拜 正常的家庭生活 开心跟老师和同学说 她就是想要这样的家 听了让人鼻酸 学校和社工近日评估后 认为女童因回身负家中 社会局会定期访查 用新闻给她一个正常的家报道 向苹果爆料最有利 照片一千元 影片两千元 奖心送给你 我在捐款 每周点阅数最高前三名 就送你iPhone6手机 人人都是记者 爆料一举数得 爆料请打电话或APP电邮 等各种方式